女人多大年龄决定最好,在这个年龄段决定的女人可能更易长寿,女人如何延缓衰老,女人多吃豆类抗衰老,豆类是丰富的维生素B群来源,它们的脂肪含量低,价格低廉,含有多种蛋白质,光凭这几个理由,豆类就应该在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,用量,每星期至少吃豆类四次, 每次0.5杯一杯是约一个棒球的大小,其他功效,降低胆固醇,对抗肩脏病和高血压,稳定血糖,减少肥胖,减轻便秘,坏和气势方面的疾病如大肠气势症,减少离婚癌症的风险,特别是胃胺,结肠癌,乳癌和胜护血癌,学会睡觉,睡觉还要学习吗?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,答案当然是肯定的, 睡眠对于身体的衰老有着很大的影响,当睡眠不足,失眠,入睡时间错过生物中时,往往加速皮肤,神经系统的衰老,想要减缓衰老,首先睡眠时间要充足,周年女性不低于8小时,给身体,皮肤和精神系统提供休息的机会, 其次,入睡时间要符合人体的生物中,尽量在晚上的11点之前已经睡着,学会按摩防衰老,按摩身上的学位,能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, 对女性来说,三阴教学尤其重要,可以说是女人的不老学,她是妇科病的灵大妙药,有人就把她称为女三里,经常按照此学,能帮助女性维持年轻,延缓衰老,推迟更年期,常吃粗豆薯,少食精细凉, 不容性纤维能促进肠的蠕动,预防变米,可容性纤维能与脂肪和胆固全结合,减少糖尿病,高血脂,脂肪肝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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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生危险,注意多吃蔬菜和水果,固人能得到不少纤维,而经常吃粗粮,豆类和薯类,减少精米面,可以获得更多纤维,在家吃饭时要以全卖马头,早粮豆粥,大米小米饭,乔麦面条等为主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